Healthy 好 music 歡迎收看健康新治理給我三十分鐘 我給您健康醫生 到底什麼症狀會讓人痛了十年 找不到原因 才剛尿完又頻尿 又響尿 又急尿 夜尿 下腹部疼痛呢 其實這常好發在30到60歲的女性 你可能就是兼職性膀胱炎 這該怎麼治療 可能有很多人不認識這樣子的一個疾病 今天我們的專家來告訴你 並且教你怎麼樣 用正常的維持你的膀胱的健康 很高興為你邀請到的是 鴻恩綜合醫院婦產科金鴻燕主任 主任你好 主任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主任今天我們要跟觀眾來聊一個比較 不像膀胱炎這麼有名 但是他漸漸的被人重視 也漸漸越來越多人得到 這叫做兼職性膀胱炎 是的 到底什麼是兼職性 是 是 兼職性膀胱炎是一種很特殊的膀胱疾病 它的最主要的特徵就是說 它脹尿的時候會很痛 小完便就會比較舒服一點 所以它就會常常一直跑廁所 然後它有時候尿到會有些不舒服的症狀 所以它的整體的症狀跟我們泌尿道發源非常的類似 那兼職性膀胱炎目前激轉不明 推測跟自體免疫系統的失調有關係 目前在醫學上推測最可能的原因是 因為膀胱壁內有一種特殊的蛋白質 又稱糖胺俱糖 就是我們英文講的GAG 這種蛋白質的缺失有關 那缺失了這蛋白質之後 膀胱壁在我們脹尿的時候 膀胱的內膜就會破裂 那這樣尿液裡面的成分就會刺激到膀胱的痛覺神經 所以它只要一脹尿就會痛 小完便就比較舒服 它就是它的特徵 所以這個特殊的蛋白質 是我們的保護幣就對了 對 沒錯 所以這一類的人 它的這個蛋白 特殊的保護幣是缺失 對 就會減少喔 對 就是它這個缺失 隨著年紀增長 這個蛋白的保護力又會下降 一般來講的話 它跟年齡是比較沒有關係 所以應該是一個發病的激轉導致這個蛋白質的缺失 了解了 所以難怪它膀胱有尿在裡面的時候 它會刺激它的這個膀胱壁 膀胱壁 對 它會痛 待會它就會痛 可是主任你這樣講 真的跟膀胱泌尿道發炎好像喔 對 沒錯 又貧尿然後又有尿液感 對 沒錯 然後又覺得刺痛 對不對 所以其實為什麼我一看在場白 有人早十年查不出原因 為什麼它的泌尿道每一年都在發炎 對 沒錯 原來它不是膀胱發炎 對 喔 了解了 是的 所以它耗發年齡 它耗發年齡的話一般是中年 但是因為現在 一些不明的原因導致它發病的年齡層 從年輕的到年紀大的都有 都有了 都涵蓋到了 對 所以不是細菌肝臟 對 因為它不是細菌肝臟 所以你怎麼吃抗生素都沒有用 所以很多病人講說 我常常都在膀胱發炎 怎麼吃抗生素都不會好 原因就是這樣子 我自己的媽媽也常常這樣 真的應該要往兼職性膀胱炎 去找一找對不對 是 所以真的今天請到專家 是 就是來告訴我們 主任你也是 婦科 泌尿科的專家對不對 我是婦女泌尿 婦女泌尿的 其實婦女泌尿有很多的疾病 對 那當然分很多類型 那兼職性膀胱炎 是在你覺得近年來有增加的趨勢嗎 對 那個健脂性膀胱炎 在以前的話是屬於少見的疾病 但是近年來 它的這個患病的人數越來越多 然後我舉個例子 就是1980年代 美國人大概差不多10萬人裡面 只有20到30個病人有 有這樣的病人 但是現在到2020年30年後的今天 它10萬人裡面 它的民眾到了2000萬人 2000人這麼多 甚至於有些統計 大概就是有5000人這麼多 等於算是暴增了60倍有餘 了解了 我覺得有一部分是被誤診了 一直當成膀胱炎去治療 那到越來越多人的時候 醫生發覺這樣的治療 是不對的 方向不對了 是的 後來才知道了 有這個堅持性膀胱炎 對 沒錯 了解了 那它常見有哪些症狀 它的這個堅持性膀胱炎 一般來講 剛剛我們講的它的典型症狀 就是脹尿的時候會痛 小胺便就比較舒服 就是它典型的症狀 它持續6週以上 那麼就要高度的懷疑 這樣的疾病的可能 了解 它就是因為它脹尿的時候會痛 所以說這個病人 常常伴隨著它貧尿 常常一脹尿會痛 所以他要趕快去上廁所 到了晚上因為痛的 就一直睡醒 一直睡不著覺 所以他就夜尿很多 然後另外來講它的膀胱容量會小 所以說小便好像有個錯覺 就是小便不太順 坐在馬桶上時間要很久 尿一點點 然後尿不乾淨的感覺 那這個痛 這個會慢慢的延伸出來 到尿道 到這個外陰部 陰道前庭 打小陰存都會痛 另外來講這些病人 會合併一些腸胃的問題 因為神經的導控的關係 所以說腸胃常常會痛 所以根據統計有60%的病人 他腸胃道會跟著疼痛 另外來講會加重這個痛經的程度 所以說這些貧尿 這個夜夜尿 或者是說這個疼痛 影響到生活品質 會影響到他的工作 甚至影響到社交活動 和人際關係都會有影響 所以通常遇到這樣的病人 如果他進來主宿到你身間 他講了這麼多 你可能會有好幾個方向 要去確認對不對 沒錯 所以通常你會希望他 到泌尿科或婦產科 流尿是最基本的 是沒錯 流尿是最基本的 從尿液裡面你可以看什麼嗎 從尿液裡面一般來講 他的小病應該都是正常的 對 對所以他絕對不會有 所謂的細菌在裡面 或者是白血球 發音指數升高覺得不會 會有血尿這件問題嗎 偶爾會有一點點血尿 為什麼女性 10個有10個都是血尿的問題 不一定喔 他有時候血尿 對 他血尿應該有其他的問題 譬如說結石 最常見的 或者是說一些 這個泌尿道長了一些 不正常的一些東西 所以才會出血 不然正常的 正常的話應該都是乾淨的 應該是乾淨的對不對 好 那如果你要確定他 是不是有這樣子 兼職性膀胱炎 有什麼檢查 是一定要做的嗎 是 堅持性膀胱一般來講 他的症狀 他有典型的症狀 就是他的所謂的 脹尿之後會痛 小彎邊就比較舒服 這樣的典型症狀之外 他在進來的時候 我們就是給他做這個 膀胱精的檢查 那這個膀胱精的檢查 一般來講 我們可以局部麻醉 可以全身麻醉 都沒有關係 我們醫生會在他膀胱裡面 灌特定容量的一個食鹽水 那一般來講 差不多就是600CC以內 脹那麼多啊 那不就痛死了嗎 你看他的情況 我說最多大概600CC就夠了 所以剛剛這個圖片上面的膀胱精 是已經脹了嗎 對 他已經脹完以後 有換了食鹽水了 對 脹完以後 然後我們把水放掉之後 這種膀胱壁上就會出現 那種特別的他的出血點 甚至有些地方會有一些 這個特別的一些病調區 我們叫做胡思潰瘍 那麼看到這些東西 我們就是確定他是 健脂性膀胱炎 OK 好了解了 所以醫生的工具非常多 對不對 醫生武器非常多 只要病人願意走進診間 是 請教醫生 就是說我現在的問題 到底確定 因為找病因真的是比較麻煩的一件事 尤其是泌尿科裡面 或是婦產科裡面 你們要找光膀胱炎的區分 就有很多種 對 然後再加上 所以還好兼職性有它的特點 對 沒錯 所以從膀胱鏡 是百分之百可以確診 幾乎百分之百可以確定診斷 OK 了解了 所以我們來看這個圖片好不好 是 觀眾朋友可能在診間 也常常要跟醫生討論病情 是 所以當我做完膀胱鏡之後 我會在我的醫生的診間 我會看到這樣的影像 對不對 對 我們會洗張照片 給病人帶回去這樣子 也是彩色的嗎 對 也是一樣 沒錯 一定要彩色 真的是醫療的AI技術 科技技術真的很好了 所以這個哪一個是正常 還是說哪一些是有病照的 在圖片上面 對 我們秀摔的圖片上 原則上全部都是這個病照區 就是它會有特別的出血 正常人在這種 一般的膀胱容量裡面 它是不會出血的 但是這種病人會有特別的出血點 是 所以醫生的食鹽水打進去 一定要超過一兩百CC以上 對 等於是要把整個膀胱 對 要撐到 腸大了 所以才會看得到那個壁 對 它腸大之後 再把水放掉的時候 它就會開始出血了 這是健脂性膀胱 一個非常典型的一個圖片 好 了解 所以這一個檢查會需要很久嗎 不會 大概五分鐘 可是你要它憋尿 應該很痛苦吧 憋住 忍住嗎 所以我們就是會看一下 假如說它真的痛 我們就把水放掉了 了解 所以實際上適當的容量 就可以看得出來 所以五分鐘 至少要撐到五分鐘 應該在檢查的時候 是不用到五分鐘 對 那就在水擴張 真的手術的時候 所以不痛苦的檢查就對了 一點點小痛 一點點 好 那接下來 治療的步驟方針 要怎麼下決定 健脂性膀胱炎 它的治療方式有一些啦 比如說一開始的話 就是我們可以把它分成 外科治療跟內科冠藥的 兩種方式 那外科治療的話 是水擴張手術 那內科方面的話 就是說我們可以在膀胱裡面 灌注這種乾素 或者玻尿酸這種藥物 或者是口服的這個特殊的一個藥物 這是兩種方式 當然我們中間會再搭配一些 止痛藥啦 或者是膀胱鎮靜的一些藥物 來幫助我們緩和它的貧尿的狀況 了解 那這種有分輕中重度嗎 它的程度有分嗎 是 那一般治療的計畫的擬定是 各個醫生都不一樣 或者是要看看病人同意是怎麼樣的情況 比如他害怕手術 那我們先從內科冠藥開始 或者病人的話 一般來講有時候要求效果快的話 那我們外科手術來處理的話 所以速度會比較快一點 是 所以外科手術是一勞永逸的是不是 他絕對不是一勞永逸 但是他可以 就這一次的急性期 迅速的把它緩解 是 所以這個有可能從急性變慢性了嗎 他一般來講都是慢性的 都是慢性 只是說發作了 所以當下就是處理這一次的發作的症狀 對 這一次的發作我們先把它緩和 了解 所以他緩和好 比如說這個病人他想要快 讓這個急性期過去 所以他做了手術 手術完恢復之後 他需要配合一些口服的 對 還是要怎麼樣 還是要怎麼樣 或者是膀胱裡面灌一些藥物 就是說我們先 一般像我的習慣就是 膀胱擴張是第一步 完了以後我們會用這個 膀胱裡面灌出一些特別的藥物 甘素或者玻尿酸 維持我們這個手術的效果 是 所以甘素跟玻尿酸 就等於是一開始你說找到它的原因 就是那個蛋白 GAG的 對 就是那個GAG蛋白缺水 所以玻尿酸可以來當它的GAG 對 就是說我們利用甘素或者是玻尿酸 它有類似這種GAG的成分 所以打進去 灌到膀胱裡面形成一個保護膜 多久要打一次 原則上甘素的話每個禮拜 可以灌一次 就要回來灌 對 玻尿酸的話就是前面的4冠 是每個禮拜灌一次 後面的5冠是每個月灌一次 所以它總共是9冠 然後半年的時間唯一一個治療程 OK 是 但是這樣子的一個效果 比如說我們灌那個甘素跟玻尿酸 病人的回饋成效是如何 有改善嗎 一般來講這個內科這個 磅礦裡面灌住這個藥物 大概一般來講大概根據統計大概是 差不多三個月的時間有一半的病人 可以緩和它的症狀 嗯 所以可以得到延緩就對了 對 這個症狀就可以比較快速的緩和 你就要每半年或是每三個月要打玻尿酸一次對不對 所以這等於是說 當它保護層慢慢的被沖刷掉了以後 我們還要再灌住 對 就是它那個保護層它維持不了太久 所以我們就必須要定期 按時間灌一些藥物進去 哦 懂了 所以這個是健保可以給付嗎 還是要自費的 玻尿酸比較便宜它是健保給付 但是玻尿酸的話 它是必須向健保事前申請 所以我們就是事前都是要請病人 病人要先做好檢查 對 做好檢查 然後把它做好 尤其是解尿日子 它要登入這個小便的容量 每天小便的量 記錄詳食以後 那我們再送健保局事前審查 那這個部分假如說通過了 才能用藥 對 健保給付 所以還是有一個健保的流程 需要去做 沒錯 沒錯 然後病人先要有記錄 確實是說你的尿量純量沒那麼多 非常地小 然後大概這個紀錄卡要寫多久 一般來講至少三天 三天 那還滿快的 我以為一個月 等不了那麼久 但是我們中間在訓練的過程中 治療過程中 我們要隨時監控它的 膀胺恢復的狀況 實際上是每天都要請病人 記錄自己的緊尿狀況 請問一下 如果說我要用這樣子一個 打罐這個乾素跟玻尿酸的一個 這個治療的話 有沒有適應症的人 比如說有些人他不適合這樣做 或是說有沒有一些缺點要注意的 是 那個乾素跟 乾素的部分 它的那個 因為它有一些抗凝血的作用 抗凝血 所以有些這個 有初血傾向的 那個病人大概不能用 是 那雖然它不是口服 也不是注射 但是它至少要關在盤盤裡面 跟身體的組織接觸 所以對這個是藥物過敏的人 也不能用 OK 是這樣子 是了解 所以還是醫生會看每個病人的 對 情況去評估它 可以用哪一種方式 比較適合對不對 對 那當然也有一些口服藥 是已經通過 醫藥署的認證的 那這一些都可以延緩跟治療 對 那那個 因為我們在罐 膀管裡面罐乾素跟玻尿酸的時候 我們是侵入性的一個處置 所以說每次罐完之後 我們都會預防性的抗生素 那有些病人不喜歡這個罐藥 導尿這個動作 或者是說一直在吃這個抗生素 他不喜歡 所以我們就是 用口服藥 這樣的一個藥劑 那這個口服藥 問世已經很久很久了 超過20年以上 它是唯一獲得這個美歐 這個衛生單位的一個認證 那在早期它叫做愛蜜羅 現在當然它的名稱改為幼兒順 對 那它這個激轉的部分 大概是類似於乾素這樣的一個效果 只不過它是用口服的 瞭解了 它非常的方便 一天吃三次 嗯哼 那這是一個 病人另外一個選項 所以真的要好好的來治療 所以主任我們來看看 你有些案例想要跟我們分享對不對 我們來看看 這個案例 它是怎麼樣 然後怎麼治療 它 我覺得病人也要有耐性 對 沒錯 如果這種東西不會一天兩天 吃個藥就會好的 沒錯 所以它必須要前置的一些檢查 對 配合上很多的治療 沒錯 再加上胃教 對 沒錯 所以這個案例跟我們分享一下好不好 是 好 那我這次舉一個案例 就是我們非常 平常這個病人都會有這個 看病的經過 醫生處置的經過 很多病人都是這樣子 所以我就把這個一個案例 也不是特例 但是它是一個常態 常常是我們看到的病人 就長這個樣子 是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這次舉的案例 就是一個47歲的女性 她生過兩個小孩子 她到醫院 當然不是在我們 一開始不是在我們醫院 在別家醫院的祖書 就是說她在連續的這個 骨奔疼痛已經 這個好幾年了 但是這一年來越來越痛 而且出現這個 非常厲害的痛經的現象 那另外來講 每一次痛的時候 合併很多的貧尿 然後夜夜尿 她晚上幾乎不能睡覺 一個晚上她起來五六次 哇 那在外院的處置上面 她就是說 這個到婦產科醫生給她照超音波 發現這個子宮比較大顆 那麼當時的醫生就跟她講說 你這是子宮肌腺症 因為會痛經嘛 對 那再加上說她有貧尿說 那你就是因為 子宮肌腺症比較大顆壓到的膀胱 那麼後來再跟她討論說 那既然這樣子已經這麼多年了 而且治療的效果不好 那我們乾脆就把子宮拿掉 好 那麼這個把子宮拿掉之後 這個痛經是解決了 可是她的邁性骨奔疼痛 還是一樣 這個貧尿還是沒有解決 而且這個拿掉之後 她這個幾乎這個 貧尿跟液尿狀況幾乎就失控了 一個晚上起來五六次 所以就是因為這樣子她覺得說 我子宮已經拿掉了怎麼 還在這個有這樣的症狀 所以當時她心情非常的 這個不舒服 而且跟這個主治醫師之間 就是有一些這個誤會 那麼這樣子 這個主治醫師經過這樣治療 她覺得真的是很吃力 她就轉到我們醫院來看看 看看她是不是有沒有可能有其他的一些 婦女泌尿的問題 是 我們就給她安排這個尿動力學檢查 還有安排膀胱鏡 這是我們最基本的檢查 因為她有小便的問題 就在我們尿動力 尿動力學檢查的時候 發現她這膀胱的容量非常的小 那我們再給她安排膀胱鏡的確認 那麼這個膀胱鏡 我們就發現她是有堅持性膀胱炎 剛剛講過那些 初學點的一個特徵 那麼我們就確認了堅持性膀胱炎 我們就給她安排這個 水擴張的手術 她這水擴張手術之後 就是她的症狀就大幅度的改善 很快的大概這一兩個禮拜 她就大幅度的改善 所以她幾年來的問題 對 因為這個打了這個 確定的診斷 還有一個馬上的即時的治療 對她就可以馬上就可以 所以這中間她的子宮也拿掉了 對她拿掉 這是我們常態 真的 病人看了很多 找了很多家醫生 真的最後找到了原因了 她找到原因 但是這個在我們醫學文献上常常就看到 像美國人她就講說 有十分之一的這個女性 她是因為這種疼痛把這個子宮拿掉的 她實際上來講 拿掉之後還是沒有用 對因為她是膀胱的問題 真的 好了解了 所以這個病人這樣子治療 這個也不是打了一次就可以了對不對 所以她接著 慢慢的好好的把它治療 對 所以主任像兼職性膀胱炎這種問題 對 她是可以 比如說我及早發現 對 及早治療 對 是可以回復嗎 對 這個健子胰膀胱炎的治療 她及早發現 及早治療是一個必要的 當然來講在治療的過程中 我們還要牽涉到 她剛剛我們講的 她有一些腸胃道的問題 膀胱敏感的問題 小便的問題 她一起要全方位的治療 才能達到一個非常完美的一個地步 所以這也算是一個團隊治療 因為除了泌尿科 婦產科之外 腸胃科也要介入嗎 我們基本上來講 就是婦產科的部分就可以 都可以幫你監護到 對對對 婦產科的部分都是要注意這些項目 除非是說 她這個治療方面 腸胃的部分非常的難治療 或者說她有哪些 其他的部分難治療 我們才會轉整 了解 但是因為兼職影響到 她其他的地方的 婦產科醫師都可以 一併幫她治療 就不用讓病人跑好幾個科醫生 這樣太棒了 太幸福了 所以只要好好的治療 其實兼職性膀胱炎 是可以修復的 對 只要好好的治療 快速的診斷 最主要是快速的治療 那麼她很快的就能夠回復到正常的生活 了解了 真的給我們很大的希望 如果你現在也是在循循命命 你的膀胱炎為什麼看了那麼久 看不到一個 就是治不好的 真的不妨聽聽主任的意見 是 找主任在紅醫院 是 請主任幫我們做一個正確的檢斷 檢斷是不是兼職性膀胱炎 那現實性膀胱炎現在也有很多的治療可以幫忙 是 對不對 最後就是手術 那手術的部分它會很複雜嗎 是 再來這個健脂性膀胱 一般我們講的雖然是叫做手術 其實來講就很簡單 就是叫做膀胱水擴張 手術 可是它實際上不是開刀 它不是開刀 對 它就是說是在麻醉的情況之下 對 用這個 這個 生理時間水把這個 膀胱撐到一定的容量 然後呢 這個容量 體積就是固定在一定最大的體積 兩分鐘三分鐘 然後 就把水放掉 就這樣子一個過程 這跟檢查也很像啊 對很像 這樣就好了 只不過說因為這個撐大的過程中 它滿痛的 所以它必須要麻醉 讓它能夠撐這麼到兩分鐘 對 了解 所以這個麻醉完全是讓它沒有痛感 對 舒眠麻醉 所以說一覺醒來就好了 了解了 好 那最後啊 觀眾朋友可能很想知道 到底如果我有堅持性膀胱炎 在這個期間我有哪些注意事項 是 是要如何預防 這個真的很重要對不對 是 堅持性膀胱炎在這個治療 當然快速的診斷 快速治療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在我們這個民眾 在一般保養上面的話 要注意一下 他必須要避開這個高甲的飲食 甲 香蕉 鳳梨 奇異果 這種高甲 像運動飲料 這些東西要盡量避開這個高甲的飲食 另外來講 這個辛辣的東西不要吃 酒精類的要避開 好 當然有些經驗法則是說 有些病人告訴我們說 染頭髮 會造成它發作 但是 對 染髮 對對對 但是 這個醫學上 也沒有相關性 染髮比較傷腎吧 沒有沒有 染髮的話 事實上來有些病人是怎麼說的 我覺得那個可能也是身體上面的敏感 對對對 那這個部分 當然每個人自己的體驗不同 對 每個人體質不同 是 那還有膀胱訓練 很重要 是 膀胱訓練 因為我們這個 健身膀胱炎病人 他基本上有些都病了很久了 對 他已經習慣那種小容量 他就上廁所 對 所以說當我們再給他 恢復到正常的時候 他還是 捕捉到他原來那個小膀胱的感覺 回去原來的生活模式就對了 那你怎麼樣讓他慢慢的 循序漸進的訓練他呢 是 所以我們就會請病人 在紀錄解尿日子的時候 盡量慢慢的把自己的 膀胱的容量延長 把膀胱的容量撐大 所以譬如說今天小便100cc 過兩天我們就會請他說 你能不能 再脹大一點到120cc 150cc再去小便 慢慢讓他捕捉到那種 比較膀胱容量大的感覺 了解了 所以要把之前的那種舊的習慣改掉 然後完全建立一個新的習慣模式 對 沒錯 所以我真的覺得 疾病越早治療 對 越早發現越早治療 是真的比較好的 因為你對那個壞習慣 沒有太久的適應期 對 所以你要調整成一個新的模式 新的模式 是真的比較快介入 是 因為有時候人會恐懼 對 就是說你在一個疾病久了 你會害怕 你就會先做了一些預防的 對 其實那都是錯誤的動作 那還有就是 他會因為這個夜眠 那個頻尿這個部分 導致他變成身心病 身心方面的問題 在我們病人身上是非常多的 對 憂鬱會不會也出來很多 憂鬱會不會也出來很多 因為一直跑廁所 然後大家都不想跟你在一起 對 然後失眠的狀況 對 沒錯 失眠的狀況 一個晚上的時候 他會買個沙發 坐在馬桶旁邊睡覺 他完全沒辦法躺下來睡 因為他 十分鐘二十分鐘 就要上廁所 真的 真的我們沒有經歷到這樣 感同身受 對 沒錯 但是如果觀眾朋友 有一天 當你有一點點的 身體的不適以後 你就可以 同理心的去站在這樣子 一個堅持性膀胱炎的 病患身上去看到 所以其實飲食上面沒有特別 只有注意膏甲 對 甲利脂 這些辣的 刺激的不要吃 酒不要喝 對 咖啡呢 咖啡是可以的 它刺激性其實沒有那麼大 最主要是 在我們的經驗裡面 高甲的食物 還有所謂的這個 辛辣的食物 是尤其是要避免 是 因為甲會去刺激到 你的膀胱的那個 痛覺神經 原來如此 所以當這樣子 你的病患這樣治療之後 它可以一覺好眠了嗎 對 沒錯 所以我們很多病人在 而且很快的時間 大概一兩個月的時間 它就可以恢復到正常 那個膀胱的容量可以到300 然後一個晚上睡覺 一覺到天亮 以後呢 也不用馬上下車就要趕快看 哪裡有廁所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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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顧著恐懼的心 對 對 好 今天真的很謝謝主任 謝謝主持人 謝謝各位觀眾 我想其實 尿尿不難 但是我們要讓膀胱的容量 存到最大值 再去解尿 這樣才是一個健康膀胱 該有的狀態喔 所以觀眾朋友 如果你有任何泌尿科 以上的一些問題的話 還是要盡早找醫生 來幫我們治療評估 謝謝你的收看 健康新知識 祝您健康平安 我們下次再會 我們下次再會